自从去年的《楚桥传》热播之后,赵丽颖在云乐圈沉寂了很久,虽然也会因为一些简单的市场热搜,比如停工,亦或者是怀人的谣传,但是在电视剧方面,很多粉丝都迫不及待她的新剧,可以早点上映了。 2018年至今,上映了很多精彩的电视剧,比如《烈火如歌》、《沿袭攻略》、《扶摇》、《镇魂》、《归去来》、《玄门大师》等等。 而对于赵丽颖,她的新剧《知否》是否应是绿肥红兽,简称《知否》是最受期待的知否,由赵丽颖和冯绍峰主演,此外还有朱一龙、诗诗、张嘉宁、刘军、王仁军、李一笑等等。 该剧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来,讲述的是北宋观幻家庭少女明蓝的成长,爱情、婚姻故事。 从去年的9月份开机,今年的4月份正式杀青,历时7个月,预计今年也将会上映。 不过至今还是难产,应该没有那么快上映吧? 电视剧《知否》《知否》应是绿肥红兽,从开拍至今,官方微博的粉丝已经近60万,备受粉丝的期待在赵丽颖的《知否》还在难产时,她的另一部新剧却悄悄定当了。 这部剧叫《你和我的清诚时光》,赵碧颖搭档金汉、于浩铭、草锡文、张俊宁、刘传飞、周一威、刘凯威、张神光等主义,预计8月份上映。 也就是这个月啦,网友都纷纷表示,终于见到你。 《你和我的清诚时光》也是改变自同名小说,讲述了创业碰壁的都市白领林浅邂逅后阴家族企业,遇到经营困境而临危照面成为总裁的立志诚,两人互相扶持,共同成长,并在过程中相识、相知、相爱的故事。 其中赵丽颖扮演艾达集团总裁助理林浅,金汉扮演艾达集团总裁立志诚,这部剧是赵丽颖首次尝试的都市商战题材电视剧。 虽然生活中的她也身兼数值,也是一位霸道女总裁,但是在电视剧中,都是小鸟依人的形象,此次的改变也是非常大的挑战。 赵丽颖为此还剪了短发,为了贴切演艾出林浅这一职场白骨精的干练形象和赵丽颖CP的金汉相信大家都还记得,两人曾一起合作电视剧楚桥传,金汉在剧中扮演赵西风,处处为难楚桥的一个角色,女二号是草西文。 她曾经是陈思诚的前女友,出演过电视剧演鸭子《美人如画》,等你爱我,三八线,如意传,此次扮演的是钱爱达合伙人。 时尚杂志,H主编还有一个角色也很受期待,就是张俊宁扮演的新宝费集团总裁宁伟凯。 对于张俊宁,大家肯定都不陌生,拥有雕塑般精致俊朗的脸,阳光的笑容,深邃的眼神,还有举止之间的高贵和金池。 在电视剧《龙门飞甲》,新编程浪子,七星季之心一木马少年时,翟天季,满荒季,浪花一朵朵都有她的身影。 尤其是满荒季,张俊宁扮演的东七队女主角《无微不至》,得保护非常圈粉。 据了解,赵丽颖在八月十五日会有一场粉丝见面会,届时电视剧知否,也有可能会知道开播的时间。 但是在这之前,你和我的清晨时光,你期待吗?